云南这处学生活动中心的工地现场一片混乱 楼高四层的工地突然垮塌 数百名消防人员结获通报赶往现场 一名生还者卡在地底表情惊恐 消防人员发现后紧急抢救 小心将受伤工人抬出 事发当时工人正进行混凝土浇灌 大型阴架突然倒塌 钢架全堆递在空地上方 下面有十多名被困人员 但散落钢材提高救援难度 救援难度就是它那个混凝土 跟那个钢架混合在一起 还有钢架结构在一起 体量非常大 它那个浇灌混凝土就八十 年前施工竟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 目前还有人被困 消防人员不放弃一丝希望 尽力抢救当中 记者综合报导